就是當場他拍那個電影 像天外奇蹟 電影賣不了多少錢 那是不是賣錢 是賺的 可是他賣最多錢是什麼 是周邊的 他要出書 好像要做 像那個很像臉事語言 跟他們簽過一個約 那我現在在抱怨 那有一次跟他談很久 簽了一個約 要做要出什麼動畫 小朋友的那些書 他很高興的要準備準備 那準備了以後 好幾個月 準備要出書了 一起來找他們說 我跟你剛剛簽的約是授權一年 要到期了 你要不要簽第二年的 繼續再付錢 不簽了 就是這個 我一毛錢還沒有賺 我去付給你那麼多錢 還要再付一次 所以這個 這個 助額權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有講過範圍 範圍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金庸就很知道這個東西 那這個 所以DISD也是這個 那這個裡面 其實有一些東西要注意到的 我這裡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這個 去看一個畫展 你在這個展覽裡面呢 你對那個 譬如說張大謙的畫 你對他照了一張像 照一張像以後 然後你 你把這個像放在你的block上面 這個下面放在你的block上面 或者是說 你可以做好多動作 或者是我把它就在 那這個像裡面有 可能只是這個畫 那可能那是你那種畫 你還站在旁邊 然後你把它變成這個 然後你把它變成這個 變成了一個block的一個 一個 一個呈現 或者是你出書 或者是一個攝影師 因為這個 畫本身是一個有著作權 那照相呢 要看 不一定 畫本 他畫家 張大謙的畫 絕對是 是這個 有他的著作權 但是 作權 能夠多久呢 他是活著的還是死的 然後死後 還有多久呢 這個法律都有規定 那 然後你照相的時候 那看誰來照 你是一個專業攝影師 或者是你的 你的相片來就是出相片期的 那 那你照的這個像以後 你是專業的 還是 你是業餘的 那 然後你也有沒有把它再來出版 那這些都 都跟這個動作是可以 還是不可以有關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說 我是照誰的 我在畫宅裡面照一下照片 所以要看照什麼樣的照片 好 那照片的那個 那個原來那個東西 原來那個著作權的那個人 是活著還是死的 死了多少年 還等等等等 那 像那個 我記得以前最有名的是那個貓王 貓王這個 就 Alvis Prisling 他有一個女兒 後來曾經嫁給Michael Jackson過了 那 他的那個媽媽也是一個演員 他的媽媽也演過很多戲 就是貓王的老婆 那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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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都知道他全世界最有名的 就是 全世界最有錢的女人之一 因為 但是 但是 錢不是他的 是他女兒的 那很多人都想要 比較發洁他 他跟他 因為接下來那個遺產 那個 那個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智慧才能在死後 多少年 以後 所有賣的這些東西 他都有一份 現在 麥克風先生就一樣 就是說 他死後多少年 然後都有 到底是多少年 等一下我們看 所以那個原來的製作權的那個 那個部分 然後 我接下來 我新產生的這個作品 這個權利 又是另外一個 我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像有些 有些時候某些人的這些照片 他可以 可以這個 可以賣很久 就是說 一張照片 可以賣給 像有些名人的 為什麼有那麼多狗仔隊 我照了一張照片 然後那個照片 他現在的價錢就很值錢 就是他那個照片 是別人沒有 那 那這個 但是 那個照片的價值有時候不是 不是屬於照片的人 而是屬於那個肖像權的人 就是 那價值 所以有的時候 是屬於那個 這個攝影的 有的時候是屬於那個 被照的那個 所以這個 這裡面也有他的 這個不同處在 所以這個 這幾個例子 你們先知道一下 授權問題 這個我們 後面等一下再來看了 那這裡 最後還有 還有一些 這個 比較 會碰到的 我先把問題先講出來 這 程式嘛 程式嘛 我們下次知道 大家再看 然後 Thumbnail Thumbnail是什麼東西 Thumbnail就是 你有時候看 看好些影片 你會發覺他 前面有一些這個 預告片 或者是 照片片 有一個縮圖 那個縮圖 他其實他不是原作者做的 那我電影 我看電影的時候 是預告片 預告片有時候也不是 拍電影的導演做的 那不是那個導演 不是原作者做的那個東西呢 我幫他做的時候 我也沒有侵犯到 智慧財產權 有的時候會有 所以不一定 這裡要看發行的東西 到底怎麼做 比如說我拍電影 我只是拍那個電影 像 早期網站就有一件事 就發生過一件事 以前在台灣 這個剛 那時候網頁剛開始 那 各政府還沒有 政府的各機關還沒有網頁 結果他們有一個機關 就辦了一個 網頁設計比賽 然後頒獎金 第一名就做他的政府機關的網頁 結果做了政府機關網頁以後 那 這樣很好啊 第一名就拿了錢 後面就都拿了錢 結果 那個機關的這個手掌 覺得那個 那個網頁 裡面的那個 顏色啊 那時候還沒有藍綠 就覺得那個顏色啊 字型啊 不太 就調了一下 顏色字型 那種比較符合他們機關的這個 然後就把它放到 放到這個 當作機關的網頁 那 結果後來那個機關就沒告了 然後 然後那個人就 又多賺了一筆 因為 因為這個 你侵犯到他的 他認為美的東西 你把它 你把它弄成不美了 對不對 他的原創設計 你把它給修改過了 那機關就是 辦比賽的時候 沒有把 沒有條文沒寫好了 就說我可以改 我可以做這個 然後結果 就把他的這個 所以 對這個人拿了兩筆獎金 那就是這個 所以 所以 這個我們只要 原創在修改 這個 這三倍 那這些東西 都是 要不要注意到 那這一類的技術 就技術面而言 所有的這種 網路啊 或是這種 相關的技術 其實在賭博網站 跟色情網站 都永遠有最新的技術 他們都走在前面 那下來是 目錄 目錄算不算 這個一部分 我覺得做很多東西 我一開始沒有做目錄 目錄算不算 那 那其他的我想 我就 就不詳細談 那其中最後一個 我們繼續下去 在休息之前 我正在談一個 這個中介 中介的這個部分 是 前一陣子很像京廣 他還不能播某些歌 他還能看到這個新聞 那個 就是 因為 因為這個 因為司機 司機在 在開車子的時候 這個 國道司機 在播京廣 那個 公開播送 我們兩個人 那個司機把他打開 然後就被這個 被告了 那 是京廣有簽約的 他說他跟誰簽約 所以實際上 所有的 你說 周杰仁的歌 在什麼 力道播 那播一首 播一四 就要給他多少錢 周杰仁有沒有這個時間去 去聽啊 監聽所有的 然後收錢 當然沒有 他唱片公司有沒有時間 來做這個 也沒有 所以 有一些所謂的 中介的台 大概有好幾個 台灣就有好幾個 各地都有 那他 他就跟這個 街市公司 廣播公司來 你簽了什麼 合約 你簽了合約以後 你可以播這一塊 這個區域的 什麼世界道理事 這些歌手 OK的 新的是什麼 可以播到老師 等等 然後呢 你的 搞破公司或什麼 錢就交給這個 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再把錢 分給他 中介公司收取 中介的收取很重要 也就是說 就像我買賣房子一樣 買賣房子 兩個人都是不認識的 對 我們兩個不可能直接接觸 對 所以呢 你房子交給中介公司 或你的訊息 我要賣房子 我訊息交給中介公司 我要買房子 我到中介公司去 那我的錢呢 我要交錢 我也不是直接交給賣家 我也交給中介公司 那房子 房子 那個鑰匙或手續的辦 也是中介公司在做 所以 所以在這個智慧商業主義的領域 這個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 還是中介也是中介 那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 因為太多 所以你不太可能 就是 一個人去面對 那麼多的著作權 或面對那麼多 一個著作權也沒有辦法 面對那麼多的這個 樂廳 或消費者 所以這個是 一個要 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法律裡面沒有談到 可是 在食物上面 在Model裡面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想我們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 呃 法律的條文 剛剛都是一些背景 好 背景也我們知道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法律體系 跟這個 條文的這些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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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